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小姐当时吓得不轻 她立刻关闭电视 不料开机后 图案又重新出现在了电视画面中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被黑了 我知道电脑可能会被黑 但是电视被黑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越来越多的设备接入了互联网 网络安全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 这里是繁华的王府井大街 许多逛街休闲的人都在浏览手机 因为这里有免费的WiFi供大家使用 可谁也没想到 在连上这个WiFi的同时 自己的手机已经完全进入了 网络安全技术人员的监控之中 因为这个免费WiFi就是他们设置的 那个红色包手机里面装了一个乐视的TV的那个APP 对啊 iPhone现在在上去歌吧 你的Q814.7啊 这两位从外地来北京的游客 他们使用手机上网寻找酒店的过程 也被技术人员全部都看到了 而另一位先生刚刚通过手机 浏览微信朋友圈的内容 也同样被技术人员截获 就感觉就是如果他自己干什么 别人都好像在别人的监控范围之内 是挺意外的 因为之前不知道 现在知道感觉挺惊讶的 除此之外 只要是接入这个免费WiFi热点的手机 那么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会在技术人员监控的后台里面 看得一清二楚 而事实上 在网络世界中 黑客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 寻找系统的漏洞来攻击使用者 获取用户的个人隐私信息 如何能够保障用户的网络安全 是安全技术人员 一直思考和探索的 在我们使用手机或电脑的时候 验证码是我们常常遇到的一种安全手段 而有一位工程师正在测试一种新的验证码 我刚看您在这说半天了 就不停地在念这个数字 您这是什么通关密码吗 这个是我们部门秘密研发的 这个身份认证黑科技 声纹识别技术 声纹识别技术 什么是声纹识别 指纹识别你知道吗 哦知道 人脸识别 扫脸 其实是一样的 在网络中 验证码的形式多种多样 其中指纹识别和人脸识别 是利用人独有的特征 进行安全验证的方式 比如在使用银行的应用程序 进行转账的时候 超过一个较高的限额时 就会被要求进行人脸识别 来验证身份 类似于指纹识别和人脸识别 我们就是想探索一下 能不能用一个人的声音 作为你身份验证的一个手段 这还挺新鲜的 用声音是吧 对 这样我就不用记那些乱七八糟的密码 什么之类的 对 比如说你的密码 就是忘记啊 或者你要修改你的密码 就是你就可以用 用声音来作为你的身份的 一个验证的手段 或者直接就不用密码 或者可以用它来修改你的密码 都可以 那这声音安全吗 这个 那你可以试一下 那我试试 你可以先注册一下 在工程师的帮助下 我注册了一个自己的声音账号 52349876 有再来一遍吗 再来一遍 52349876 成功注册之后 我还是有些担心 我才录过这两句声音 将来我就一直会用这个来通过 那这个足够安全吗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现在 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然后正好 职关的比赛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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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大家来攻击我们的系统 你也可以尝试用各种手段 来攻击这个 这个系统 或者让别人来攻击你的声音 都是可以试一下 那我要来尝试着攻击一下这个系统 看看我能不能把它给破解掉 这个只需要念一串八个数字 就注册的系统 看起来非常简单 而且声音也是一个很容易模仿的东西 我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我也想到一个招来挑战你 什么招 你看我们现在手机 不都有这个录音的功能吗 对吧 我刚刚这声音不是我自己的吗 那我自己再录一段呗 别人拿了我这录音 不也能登录我的账号吗 那你可以试一下 那我试试啊 我刚刚念的是 等会儿 五二三四九八七六 五二三四九八七六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录音给放出来 看看能不能攻击你的系统 我们现在来试试 五二三四九八七六 可能验证不过 没过吧 为什么呀 为什么验证不过 这明明是我的事啊 注册的时候 用的是手机录音 可是同样通过手机录音 却无法攻破这个系统 我想也许是手机录音的质量不够高 我想到了一个更专业的设备 这手机的录音质量不太好 我得试试我们这专业的设备 而且我要找一个安静的屋子 来试一试 为了提高录音质量 我找到了一个空房间 躲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角落 用我们拍摄时用的无线麦 来录制下自己的声音 那个摄像师你帮我把那个 录一条我的声音 好吗 52349876 再来一条吗 再来一条 52349876 好 录好了 咱们现在去把那个声音导出来 放给那个 它那个系统听一下 看看能不能攻破 我刚才用我的这个专业的 这个录音设备 录了一段声音 然后现在这个声音就在这个卡里 然后咱们试试看看 能不能攻破您这个 好 我们首先检查了一下 刚才的录音 52349876 52349876 听起来这段录音非常清晰 也没有任何杂音 这回是否可以骗过这个声闻识别系统呢 52349876 52349876 这个我这声音已经很像了 用这设备录的这个声音 怎么还是没有验证通过呀 录音质量是好了一些 但是我们的系统也不是吃素的 那您这系统到底神奇在哪啊 虽然你在注册的时候 只说了两段语音 但是我们这套系统如果搭建起来的话 背后是有几万人的语音数据在后面的 然后我们用这些数据训练出一个 能识别声闻的一个模型 它不仅能捕捉到不同人之间的声音的差异 也可以捕捉到同一个人 由于声音的变化 所产生的一些差异 虽然你的录音设备已经足够好了 但是它跟你真实的 嗓音发出来的声音还是有一些差异 那么系统是可以捕捉到这种差异的 就这么细微的差异 它都能捕捉到 对 这种通过数据训练模型的方式 叫做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通常在图像识别 语音识别领域用的比较多 通过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系统 的确能够区分非常细微的差别 机器学习的专家猪龙 用一个游戏的方式 让我们来体验一下 它的识别能力到底有多强 这里让大家感受一下 就是说机器和人的对人脸识别的差异 这里有四组比较有代表性的照片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哪一组照片是同一个人 哪一些不是同一个人 这四组照片上的人 看起来相似度都非常高 让人一时难以辨认 机器能分辨得出来吗 好 这里也是机器判定 这个目录下所有这个文件的这个比对结果 96分是对应的是右下角这张图 那我们是机器的有一个预值是在85分以上 这个会判定我们是同一个人 那根据这个结果 它就是右下角这张图 是机器会判定的是同一个人 正确答案的确如此 这四张照片中 只有右下角这个人是同一个人 机器能够回答出来 是因为经过了大量数据的训练 机器不依赖于这个化妆 或者说这个发型 人反而会被欺骗的一些这种特征 那机器会保留一些它会本质的 比如说两眼之间的这个几何距离 那会在这个上面的几千几万个特征 作为一个综合的判断 所以机器现在已经大大超越了 人能够辨别人像之间这个相似度的指责 通过数据训练出来的人脸识别系统 会在一张人脸上提取上百万个特征 即使是双胞胎 它也能轻易识别出它们的区别 人脸比较直观 声音也同样如此 今天北京天气怎么样 工程师们也会使用大量的数据 训练这样一个模型 这是我们用于进行机器学习用的数据 然后这些数据呢 必须要进行人工的校对 然后才能让机器正确地学习 语音的系统就是把上半条这样的语音数据 灌入机器里 让它自己去学习 去提取声音中的特征 但这样的模型用于安全领域 还在尝试阶段 它到底是否足够安全 也是工程师李鹏担心的一个问题 所以他决定把这个系统开放出来 让人来攻击挑战它 我们的比赛现在已经上线了 现在开始全球所有的选手 都可以来攻击我们的系统 那他们也是像我似的 说刚才那段字符吗 我们这个比赛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会提前录制一段 一分钟的录音 然后这段录音呢 是一篇文章 会给到选手 选手拿到这段录音之后 要模仿这个录音里面的人的 说话的方式 攻击系统 系统里面提前注册进了一些数字串 然后来模仿 就是录音里的人说 这段数字串的方式 证文识别也称说话人识别技术 也如同现在在智能手机上 应用十分广泛的指纹识别技术一样 从说话人发出的语音信号中 提取语音特征 并据此对说话人进行身份验证的 生物识别技术 每一个参赛者将会收到一段一分钟这样的录音 并模仿这个录音中声音的特质 去攻击系统 每次攻击系统 会生成随机的一串数字 如果声音相似度高到 系统认为你是同一个人 那么 挑战成功 我看您这比赛还是有奖金的是吧 是的 一等奖八万块 八万块 那解开您这道题能拿到这个奖吗 可以说我这道题 我们这道题应该是 应该是比较难攻破的 如果能解开这道题的话 应该 拿一等奖的概率会提高很多 你能把那根录音也给我听听 我也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来解一解吗 可以啊 没问题 这个是公开的 好的好的 那我也要来解解这道题 李鹏用机器学习的方法 做了这么一个声文识别系统 而机器学习在语音方面 还有其他的应用 或许 我应该找一个人工智能的专家 来帮忙解开这道题 我听说啊 这里有一位语音方面的那个高手 我这回来请他 看看能不能帮我解开这道题 您好 您好 我听说您会合成声音是吗 对对 我主要是就是做语音合成的 语音合成 什么是语音合成啊 语音合成就是从文本 转化到语音的一种技术 可能说不太清楚 要不就看一看嘛 好不好 好好好 来看看您的这个系统 对这个我们的一个功能展示的一个页面 可以通过输入任意的文字来生成语音 那我输个难点了 嗯 绕可练 可以啊 嗯 那输一个黑化肥 黑化肥 会 挥发 挥发 我念的都有点磕吧 OK 看看他念的怎么样 黑化肥会挥发 对 这是一个女生 哦 还挺清楚的 还有男生 黑化肥会挥发 黑化肥会挥发 嘿 这小朋友的声音有点怪啊 对对 这个声音都是 都不是说事先录好的 这些都不是事先录好的 你说任意文本 因为不可能 不知道你会说什么文本嘛 对吧 哦 所以这都是机器做出来的 这个声音 对 都是机器做出来的 除了这三个声音以外 这套气头 还可以模仿一些 名人的声音 这是系统合成的一段 马云的录音 为了让我相信 这确实是机器合成的 工程师现场写代码 把这个声音 合成到他的系统当中 您现在这就已经好了 我们可以听到 马云的任何声音了 对对 是的 那再听一下 那个绕口念 好好好 那我是可以 让他说什么都行是吗 对对对 那您让他说一个 欢迎收看今天的 走进科学 欢迎收看今天的 走进科学 欢迎收看今天的 走进科学 这语速好像有点快啊 可以调的稍微慢一点 欢迎收看今天的走进科学 这声确实倒挺像的啊 但就是有点像 马老师感冒的那个声 对因为我们采集到的 马老师的数据 都是他在公共场合 就是在会场里面演讲的声音 他可能会场里面比较嘈杂 然后有电流声 各种混响 所以他就导致这个效果 就成了这个样子 利用网络上收集到的声音数据 就能模仿一个人的声音 我想他应该能帮我解开这道题 没想到 他听过这个一分钟的录音之后 却略显为难 这个我觉得可能想合成高质量的 像我们刚才听到的那种高质量的声音 会比较难 因为他训练数据本身就不是特别好 而且只有一分钟 这一分钟的话可能时间会比较短啊 效果可能不会特别好 那像您模仿他说这么一句话 您需要多大的这个数据量 才能实现这个模仿呢 我们大概采集了半个小时左右吧 半个小时的数据 对对对 我明白了 就是说我现在这道题只给了你一分钟 这时间有点太短了 可能太短了 对对对 语言合成专家也无法解开这道题 我想既然是一道安全方面的题目 是不是应该求助于网络安全专家呢 我发现我之前的这个解题思路都是错的 因为我找的都是声音方面的专家 而这道题呢是一道攻防站的题目 所以啊 我觉得应该找一个黑客来帮我解决这道问题 这不 我今天晚上约到了一个顶尖的黑客 我要赶紧去问他能不能帮我解开这道题 由于这位网络安全专家不便于露面 所以我们只能在特殊的条件下对他进行访问 您这是在干嘛呢 我们现在正在关注那个物联网方面的安全 然后我们呢用那个较短的时间 然后扫了全球的那个对外的摄像头 而这些摄像头呢是可以直接暴露在公网的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远程观看这些摄像头 这些摄像头有些是设置在公共区域的 有些甚至是安装在别人家中的摄像头 这些画面真是让人触目惊心 哇那我们这是一点隐私都没有了 对所以呢因为有黑客 所以才为我们安全行业 那您这个是做来干什么的呢 我们是优先于黑客找到这些安全漏洞 然后提交给厂商 见识了这位专家的实力之后 我赶紧说明了来意 看看他是否能帮忙解开这道题 我觉得因为安全行业 分为细分为很多种了 而这种属于比较冷门的那个身份识别方面的 或者语音识别方面的 现在做研究的很少 所以没有暂时可能还是解不出来 需要花段时间去研究 就你要解这道题还得先花段时间来研究一下 对那我这个比赛可能只有三天不到的这个时间了 三天呢三天可能就还不能住了 可能暂时不行 看来这个声闻识别真是非常冷门 能想的办法我都想过了 只能等待三天之后 看看有没有网络上的高手能攻破这个系统了 比赛结束之后 我再次找到了专家李鹏 看看比赛结果如何 我很好奇选手们都上传什么样的录音 跟你的那个声音像吗 我们来听一下就知道了 好啊好 我很期待这个 因为我没有做出来这样 二三六四七九三五 啊 七 你再放一个 这些选手提交上来的这个答案吗 对 这不是他们自己用手机录的声音吗 听起来是这样的 啊 而且你那个明明是一个提示一个女生对吧 对 为什么他们都就模仿一下 找一个女生来模仿吗 我们我们就猜到参加这个比赛的人 绝大多数应该都是男生 所以我们故意找了一个女生在后面 出题 对 哦 那到底有没有人解开这道题啊 没有 在比赛系统中 我们看到有两千多人参赛 有两百人挑战攻击了这个系统 可是却没有人能成功解出题了 不知这个结果是否就能证明 声闻识别系统 足够的安全呢 足够的安全或者绝对的安全是不存在的 至少通过这个比赛的结果证明 我们的系统目前来讲还是比较安全的 可能随着时间或者技术的发展 然后会有人做出这道题 会攻破我们的系统 但是我们的系统也会逐渐地去加固 去升级我们的技术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就会有一把声音锁了 这是一个神奇的物理现象 超低温保存仍然制约着它的应用 赵忠贤院士领导的这支国家队 引领着科学前沿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改变世界的超导